各位,我是徐錦耀,神父。 今次是疫情之後, 開始可以開尼薩的第二台尼薩。 真的很多人叫我, 在疫情過後都可以在網上尼薩, 特別有些在外國的人,老人家, 神父我們又不懂英文, 又不懂其他文字, 我們就是懂聽廣東話尼薩, 不如說廣東話尼薩吧。 但我會覺得如果我繼續開尼薩, 真的會有人不去實體尼薩, 所以就沒辦法了。 但我無論如何都會講道理上網, 你們去參加, 你們聽不明白的尼薩,不要緊的, 你跟著整個尼薩的程序參加, 無所謂的, 好像有時我自己去希臘, 根本聽到希臘是尼薩, 我完全不知道他說什麼, 但因為我知道整個尼薩的程序, 所以你去參加尼薩, 去領性體, 聽到你, 應該是很圓滿的了,好嗎? 當然在這裏我都要隔離這麼多, 雖然你看不完後面應該有個中國聖母, 聖母抱著耶穌, 那我就帶著一隻阿媽給我的玫瑰金戒指, 那我是神父, 這裡有聖經,有聖母,有十字架, 我想這就是代表著天主教, 我們信聖經, 我們多謝耶穌為我們降生成人, 死在十字架上救贖我們, 我們有個很好的天主教媽媽, 就是耶穌自己的媽媽,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媽媽, 中國文化十分重要, 也就是飲水師瑜, 尊天敬祖, 這些就是重要的, 有這些東西, 我們才講信仰, 要不然我們不知道信什麼, 即是很抽象的都不知道在哪裡, 我就是想知道, 我信仰很具體的, 在主內, 我們生活, 祂給我們生命, 祂給我們一切, 所以在主內, 我們要愛主所愛的人, 很簡單的, 愛主所愛的人, 甚至愛主所愛的天地萬物, 還有真是我很強調現在的年青人, 一定要學習尊天敬祖, 崇德報公, 尊天天主, 敬祖祖先, 崇德對世界上有道德品行高潔的人, 和對社職人類有貢獻的人, 我們尊敬他們, 要不然我們很快去自我忠心, 我我我我我我, 唉, 柏拉圖說人最大計罪, 不是七最終, 是自我忠心, 個人自我忠心, 甚至家庭都不理, 兄弟姊妹不理, 朋友隨時反面, 就快過翻書, 自我忠心, 個人自我忠心, 沒有別人, 家庭自我忠心, 沒有鄰居, 香港自我忠心, 沒有祖國, 國家自我忠心, 沒有世界, 人類自我忠心, 沒有大自然, 沒有天地萬物, 所以我們就倒楣, 希望你們每次錄這個道理, 我都會在這裏一身打扮, 給你記住, 永遠記住, 天主降生聖人救贖我們, 他留下一本生命說明書叫做《聖經》, 我們有天上的媽媽, 我們有地上的祖先, 記住, 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是在歷史長河當中的一點, 我們成先啟後, 誤好自我忠心。 好,到這裏, 我們看回我們今天的道理, 上年期第28主日革年, 剛剛我們今天有人領洗, 其實應該是四月領洗的, 等了半年了, 所以這篇道理很適合新教友聽的, 當然也適合舊教友聽, 主題很可怕的, 被召的多, 被損的少, 我們慢慢看看, 三段聖經先, 以撒二十先之書第25章, 萬鈞的上主在這座山上, 要為萬民擺設美酒佳餓的聖宴, 佳餓是精選的, 美酒是順稱的, 在這座山上, 你要切除那封在萬民臉上的面帕, 那掩蓋各國的臉象, 上主要永遠取消死亡, 不主上主要從人人的臉上識去旅行, 要由整個地面, 除去自己民族的恥辱, 因為上主說了。 第一篇聖經, 第二篇, 是聖保禄中途至菲利伯人書第四章。 大兄姊妹們, 我亦都知道受窮, 亦都知道享受, 在各樣事上和各種境遇中, 或者飽雨, 或者飢餓, 或者富裕, 或者貧乏, 我都得到了秘訣。 我依賴加強我力量的各位, 能夠應付一切, 但是你們都實在做得好, 因為你們分擔了我的困苦。 第三篇, 就是今天的福音, 《瑪特福音》第22章。 那時候, 耶穌用比喻對師祭長和民間的長老說, 天國好似一個國王, 為自己的兒子辦婚宴, 他打佛伯人去召叫被請的人來赴婚宴, 被請的人都不願意來。 莫王有派自己的伯人說, 你們對被請的人說, 看看, 我已經預備好了, 我的聖宴, 我的公牛和肥畜都宰殺了。 一切都齊備了, 你們來赴婚宴吧。 被請的人卻不理會, 有些人去耕田, 有些人去做自己的生意, 其餘的竟然抓住博人, 凌辱後殺死了。 於是國王就很生氣, 派了自己的軍隊消滅了那些殺人的兇手, 焚毀了他們的城市。 然後他對博人說, 婚宴已經齊備了, 但是被請的人都不配。 現在你們到各路口去, 凡是你們所遇到的都請來赴婚宴。 那些博人就出去到大路上, 凡遇到的無論壞人好人都召集來了, 婚宴就坐滿了客人。 國王進來, 巡視參加婚宴的客人, 看見在那裏有一個沒有穿婚宴禮服的人, 就對他說, 朋友, 你到這裏來, 為何不穿婚宴的禮服呢? 那個人無言以對, 國王於是對博翼說, 你們綁起他的手和腳, 將他丟在外面的黑暗中, 在那裏必定有哀號和切齒。 因為被召的人多, 被損的人少。 被召的人多, 被損的人少。 三段聖經的金句, 我放在一起, 大家看看顏色的字, 美酒佳牛的成言, 記住, 信仰不是一些規條, 不是一些規矩、 教義, 不是, 是一個成言, 是天主請我們喝酒, 在天國裏面, 永遠取消死亡, 不再有死亡了。 保禄中途在人生的路上, 他說, 我知道受窮, 也知道享受。 我得到了秘訣, 如何面對貧窮, 如何面對富裕。 最後當然最得人驚的幾句說話就是, 你為何參加婚宴, 不穿禮服, 被損的人少。 好, 看回三段聖經。 萬鈞的上主在這座山上, 要為萬民擺設美酒佳牛的聖言, 上主要永遠取消死亡, 不主上主要從人人的臉上, 識去類行。 其實這段話, 在默示錄的最後最後都是這樣說的, 有一天天主在天國裏面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悲傷, 天主要抹去人人臉上的類行。 有預言, 有耶穌的宣講, 有應驗。 我們有沒有經驗過死亡? 有啊, 有啊, 我77.7歲, 其實應該77.8歲。 當然, 很多朋友, 有些宜佐民的朋友, 回來香港找我, 聊聊聊聊, 舊事, 四十年前, 五十年前, 七十年前的朋友, 很多已經走了。 這就是道府講的, 訪舊半圍鬼。 我探訪那些舊朋友, 講開我們的朋友, 一部已經做了鬼。 有沒有死亡? 有。 好, 上週要永遠取消死亡, 是什麼意思? 我不是純粹跟你講信仰, 我希望你們都用一個普通常識, common sense, 去看這個永遠取消死亡, 究竟是指什麼? 永遠取消死亡, 可以是沒有死亡, 可以是不怕死亡, 或者死亡不再有任何威力了。 就是寶露講的, 死亡你的刺在哪? 你的刺在哪? 你不再有刺, 你的威風在哪? 你沒有威風, 我不再怕你, 不怕死亡。 中國人又講三不留, 立得, 太上有立得, 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 如果你能夠在世界上做人的時候, 你短短的十年, 五十年, 一百年, 立得, 立功, 立義, 這個就是不留, 沒有死到的。 王位年青的時候寫了一首詩, 當時不知道為什麼唐朝, 大家, 年青人充滿了理想, 特別不少人想去保家, 為國, 去邊疆, 鎮守邊疆, 不要被兇奴等等來入侵。 其中有一句, 熟知不向邊庭府, 眾死又問, 俠骨香。 唉呀,我慘慘在, 我不能夠, 我沒有機會, 人家不讓我去豎守邊疆, 我想為國戰死, 保衛國家而死, 為什麼? 我死了, 我的骨都是香的, 眾死, 尤文, 俠骨香。 他怕不怕死? 不怕死, 他迎接死亡, 他擁抱死亡。 蘇東波說韓文宇, 即是韓文公, 韓瑜, 他說, 匹夫而為, 百世思, 一言而為, 天下法。 一個簡單的人, 做萬世的詩表, 講一句話, 人人都遵從, 匹夫而為, 百世思, 一言而為, 天下法。 時皆有意, 參天地之化, 關聖遂之溫, 讚天地之化欲。 和天主一起管理世界, 和基督一起救贖世界, 參天地之化, 關聖遂之溫。 這種人, 生也有自來, 世也有所為, 不是隨便出現在世界上的, 是天主給他, 出現在世界上, 亦都是天主召叫他回去, 其生也有自來, 其世也有所為。 這個人, 其必有不依人而立, 不是靠身體站在那裡的, 不斥力而行, 不是靠自己有力量而行走的, 不待生而存, 不是因為活著就叫存在, 不隨死而亡者而, 死了都不會死的, 不隨死而亡。 這證明是我用天主教的解釋, 蘇都邦未必是這樣的, 不過我看了這些詞, 它就是這樣的。 匹夫而為, 百世先, 一言而為天下法, 時皆有意參天地之化, 關聖遂之溫, 其生也有自來, 其世也有所為, 其必有不依人而立, 不斥力而行, 不待生而存, 不隨死而亡者而。 如果你能夠完成生的任務, 種死猶民, 咳骨香, 你就不怕死, 你甚至可以招聞到直死可以, 生物安都是, 主你可以讓我平安去世, 因為我見到救世主在我面前出現, 決見到耶穌, 招聞到直死可以。 什麼叫死? 有一個墳場的門口寫著這個對聯, 天照雖來, 涵返其半, 靈魂歸去, 長衣缺親。 死有何懼, 不過是回到天父的懷抱, 生命的本願, 天照雖來, 涵返其半, 靈魂歸去, 長衣缺親。 不再有死亡, 因為我們不再怕死亡, 而死亡再不是恐怖, 死亡的, 死亡不是生命的終點, 死亡是生命的轉折點, 死亡是永生的門檻, 跨進這個門檻, 我們進入永生。 死亡墳墓不是生命的終點, 是生命的改變, 所以不用怕的。 好了, 我也知道受窮, 也知道享受, 在各樣市場和各種境遇中, 或飽育或飢餓或富裕或貧乏, 我都得到了秘訣, 這個秘訣就是中國人說的君子, 憂道不憑, 我很喜歡這句說話, 我一定不怕貧窮, 最怕不知為何面對貧窮, 我們不怕死亡, 最怕不知為何面對死亡, 我們不怕生老病死成敗得失。 講開講, 生老病死對佛教來說是四苦, 有首歌仔為甚窩, 四苦是平常, 生老病死都是苦, 但如果你動得面對, 生老病死都是落, 我們要上上起落, 時事感恩, 君子憂道不憑貧。 這個道是什麼? 記住, 快樂不是擁有得多, 是欲望少。 很老套的一句說話就是, 知足者憑亦樂, 很老套的。 知足就可以了, 四書得, 知義勇哲, 我喜歡那個節字, 你懂得節制, 你是快樂的。 能吃淡飯者方能償甘味, 能夠吃淡的東西, 好吃就好靚了。 我突然想起, 其實這篇道理我準備了, 昨晚再看的時候, 我再加多這句,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熟就產生輕舌。 我很記得, 很記得, 很記得, 第一次吃的東西, 是很好吃的, 我生小時候很窮, 第一次吃大包, 第一次吃臘腸卷, 很好吃的, 現在找不回這麼好吃的大包, 找不到這麼多的臘腸卷。 我不相信, 大過的臘腸卷和大包是世界上最美的東西, 我不相信, 但因為是第一次吃。 是啊, 以後你要覺得好吃, 要好吃過它, 真的好吃過它, 更濃。 所以我這裡寫更麥, 更麥更濃。 我經常舉個例子, 你將它喝酒, 開始喝的時候, 淡淡的就夠了, 慢慢要越濃才越夠厚, 初初一個星期喝一次就夠了, 慢慢要一日喝, 慢慢要一日喝, 我見到一個人一日喝三瓶威士忌, 三瓶, 不是不夠厚, 你不懂享受的人, 我告訴你, 你不斷暴飲暴食, 記不記得以前香港流行扣喉嚨? 很喜歡吃東西, 晚餐吃, 吃完又不想肥, 又不想吃, 扣喉嚨, 咬回來再吃。 你以為這樣叫享受? 絕對不是享受, 是受盈, 不是享受。 有一次真的有幾個朋友一起, 教員的職員人跟我說, 他是神父, 聽你說道理, 看你為人做事, 經常聽來聽去, 你的嘴巴, 即是說我的嘴巴, 經常說兩個字, 好, 好好。 咦? 我想是, 好不吃? 好吃。 美不美? 美。 好不可以? 好。 我不知道在我的眼中, 甚麼都好。 或者我會選擇你看, 我記得大陸有一間修院, 新建的一個很美的田園, 花園, 不知為何, 他的廁所建在花園中間, 廁所, 大灑風景, 如果我要拍照, 我一定是躲開廁所, 由廁所開始拍的修院, 做人應該懂, 不要看這些修院, 不是阿Q, 是你拍照, 是選擇去拍, 是選擇一個美麗的風景, 不是沒有, 是選擇。 OK? 記住, 吃得多, 享受得多, 樣樣都頂級, 你是不快樂的, 記住。 記住, 兩勝一位, 我們都要兩條腿走路, 左腿右腿, 天上地下, 貧窮富裕, 好食不好食, 都要欺負到好處, 欺負到好處。 這就是君子憂道, 不憂貧, 不怕貧窮, 最怕你不懂得面對貧窮。 好, 今次這個很驚人的主題, 其實做了四十九年神父, 我真的不怕跟大家說, 這大半年的疫情, 讓我很深刻地想到信約, 不是說我以前不懂, 是沒有那麼深, 我再跟大家說, 我希望如果你喜歡的話, 我的道理最少要聽兩次, 你才明白我說什麼, 兩次。 我好像提過了, 我對我自己的道理經過什麼, 第一, 我準備道理的時候, 我一次, 我錄到你的時候, 第二次, 以前呢, 我說六點上網了, 星期六, 上網的時候, 我會看多次, 因為不知道有沒有問題, 三次, 第二天早上有網上來三次, 第四次, 我的道理, 我自己聽四次, 我告訴你, 聽到第四次, 我明白多過我第一次準備的時候, 道理是很有趣的, 因為它不是說思想, 它是說人生, 它是說靈悟, 它是說智慧, 智慧不是知識來的, 我希望你聽我的道理, 不要只是聽知識, 你默想, 你默存在心中, 你聽一下, 因為我的信用和生活有關的, 你檢查一下你的生命是否這樣。 好, 那些博人出去到大路上, 凡是遇到的, 無論壞人好人都接襲了, 記住, 天國就是這樣, 天主召叫全部的人, 沒有例外, 召叫全部的人, 婚宴坐滿了客人, 國王入禮, 巡視參加婚宴的人, 看見那裏有一個沒有穿婚宴禮服的人, 就對他說, 朋友來到這裏來, 為何不穿婚宴禮服, 就趕他出去, 我以前想, 是否, 婚宴禮服要錢買, 窮人怎搞, 我當時解不通, 這個國王搞了, 你大街小巷, 好人壞人, 有錢沒錢都照來婚宴, 跟著你們說不穿禮服, 喂, 婚宴禮服你以為很便宜, 有些人衣衫藍衣服, 衣服都沒得穿, 那還有禮服, 我這次完全不是這樣, 什麽叫禮服, 禮服代表你的身份, 是,禮服代表你的身份, 我這裏說的禮服, 就是生命的本質, 如果你要參加婚宴, 你就應該配參加這個婚宴, 不是說你的衣服, 禮服是說你的生命, 你的真元,你的本質, 好了, 講一隻故事, 什麽叫做本質, 莊子去見衛師, 衛師是良國的宰相, 但人家跟衛師說, 喂,你不要讓莊子來, 莊子名氣這麽大, 在整個中原裏面這麽大, 進來搶了你做宰相, 這個位置都不頂, 或者至少蓋過你的風頭, 很奇怪, 衛師真是全城搜, 即是全國良國搜的莊子, 搜不到,搜了三日三夜, 第四日, 莊子來見衛師, 莊子見到衛師, 不等他開口就說, 喂, 老友, 我來的時候見到一件很奇怪的東西, 吸引他, 你見到什麽? 他說見到一隻鳳凰, 貓頭鷹先, 貓頭鷹吃死老鼠, 吃下很開心, 一邊吃吃吃吃的時候, 一隻鳳凰飛過來, 哇, 你知道鳳凰, 是很大, 一隻貓頭鷹見到鳳凰飛過來, 他叫嚇嚇, 意思是你來做什麽? 你來增食我的死老鼠, 我的美美人, 但這隻鳳凰看著這隻貓頭鷹, 微微一笑就飛走了, 莊子說什麽? 他說鳳凰是一個神鳥, 非不同不止, 他要住神木很高的乾淨的樹木, 非煉食不食, 很乾淨, 很新鮮的水果, 非禮存不飲, 是清到酒那麽清的泉水巨才飲的, 今子與此之梁國嚇我爺, 你用這個梁國來嚇我, 喂, 你搶食? 不會的, 意思是你的梁國對我來說是死老鼠, 我不會幫你爭, 我想問你是貓頭鷹或者鳳凰, 你吃的是死老鼠, 或者是煉食禮存, 你追求的是什麽? 我告訴你, 你應該追求的就是這個, 就是綠油的一首, 詠回詩, 你一定看不明白了, 應該是, 不過我很喜歡, 很漂亮, 好像畫一樣的, 翼外斷橋邊, 寂莫開無主, 已是黃昏獨自壽, 更著風和雨, 無意苦爭春, 一任群荒道, 凌落成泥, 展作塵, 只有香如故, 綠油。 如果你不明白, 我早就看不明白了, 給你看, 就是這個了。 翼外斷橋邊, 寂莫開無主, 已是黃昏, 獨自壽, 更著風和雨, 無意苦爭春, 一任群荒道, 凌落成泥, 展作塵, 只有香如故。 我都怕你不懂解, 順便解給你聽。 翼外, 翼, 邊境,邊菜, 已經很荒涼了。 斷橋邊, 還有一個斷橋, 即是沒什麼人行的。 翼外加斷橋, 代表什麼? 又破落, 又寂寞。 所以這朵梅花是很寂寞, 沒有人欣賞的。 寂寞開無主, 烏雲野鬼, 已是黃昏, 獨自壽, 已經是夜黃昏了。 很慘, 沒有人行, 沒有人來, 獨自壽, 更著風和雨, 還有風, 還有雨。 是內外交逼的困境。 無意苦爭春, 這朵梅花, 不會跟其他花來爭言鬥禮, 是與世無爭的。 一任群荒道, 因為它好靚, 好香, 其實其他花都妒忌它, 任由你, 它做好自己, 就無懼風言風語了。 寧樂成例, 死了, 展足塵化為灰, 只有香如故。 就是剛才黃昏說的, 碎死, 又問, 嚇骨香。 被召的人多, 被選的人少。 我相信如果你成為鳳凰, 你是梅花, 你才會被選的。 好了, 看一句英文, 沙士比亞, 在羅密歐語朱麗葉裏面說的一句, 明言。 What's in a name, 什麼叫什麼名字? 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 只要你是玫瑰, 你在哪裏都是香的。 徐錦堯就比較俗, 不過是道題, 如果你是玫瑰花, 人家叫你做臭花, 你都是香的。 夠不夠清楚? 任人叫你做什麼? 任人叫你做什麼, 你都是香的。 反過來, 這個真是很俗, 如果你是一堆大份, 人家叫你做香勃勃, 你都是臭的。 對不起, 真是, 不是俗, 不過是事實。 是呀, 趙孟知所貴, 趙孟能賤之, 趙叫阿媽, 他讚你, 他都能夠罵你, 他捧起你, 都能夠踩下你。 我說三個名字, 是很道題的, 教授方仔閣, 湯漢書姬, 蔡偉文神父。 我現在不是在說任何事情, 他們這三個人, 被很多人擁護, 都被很多人罵。 是呀, 給你看一下吧, 居然的一首詩, 放言詩, 即是亂說的, 他說放言, 亂說。 鄭君一發, 缺乎而, 不用轉歸如觸屍, 是肉要燒三日滿, 變才須待七年期, 周公恐懼流言日, 黃望謙公, 未散善, 向是當初身便死, 一生真偽伏水之。 我給你一個方法, 去解決你的疑惑, 不用占卜的, 不用占卜的, 看事實, 你試肉燒它, 是真肉假肉, 真肉三日燒了都沒事的, 假肉一燒便灰了, 變才須待七年期, 兩塊木頭, 都不知哪塊好, 你無辦法的, 等七年, 拗它七年, 靚的木頭, 拗幾十年仍然存在的, 壞的木頭, 一兩年就玩完了。 周公年輕的時候, 人家說他會造反, 他很害怕, 說他會散王, 即是周文王的位, 周武王的位, 王王後生的時候, 哇,好好的, 最後他王王散汗, 真是他散位, 如果這兩個人, 周公和王王後生的時候死了, 他就永遠是奸臣, 他永遠是忠臣, 是嗎? 向使當初生變死, 一生珍藝伏誰之。 我為何說呢? 你看一看, 我自己覺得, 中藩軍是怎樣都會好的, 這是我作為神父, 作為一個中國神父的最強的亡德, 我知道天主愛世界, 包括了愛中國, 中國這片廣大的原地, 就是複存的原地, 我不是炎耀, 我的複存書在中國印了七百萬本, 七百萬, 不是七萬, 唉, 這三個人, 教宗方濟國, 湯漢朱基, 蔡偉文神父, 經過時間的洗禮, 會證明他們是對的, 但我很想跟大家說, 你們是新教友, 或者將會零食一會兒, 做教友不難, 一世做好教友很難, 面對誘惑不困難, 一世都在誘惑裏面, 不低頭的很難, 被召的人多, 被損的人少, 就是這樣, 所以你一定要經常讀經, 去明白天主的聖意, 經常祈禱獲得天主給你的力量, 經常領勝事, 讓基督與你同行, 陪伴你走人生的路, 還有, 在基基群中, 志同道合的人要互相分享, 一起手牽著手, 心連著心, 走上天國的路, 聖德的路, 人生的路, 希望你們是被召者, 亦都是被孫者, 好, 就這樣,天主保佑。